妈死的第29天 后妈进门 我爸去机场接她 安排我跟我弟穿戴整齐在门口迎接 弟弟神情严肃一言不发 事实上他本来就话少 我妈死后他就没怎么说过话 我呢 我笑得下一朵花 他很美 个子高挑小小的瓜子脸 大大的信眼 举止优雅妆精致 一点也不像刚从几十个小时的 国际航班上下来 我猜他大概有跟我一样的想法 必求给妓女和妓女一个好印象 他对我和弟弟笑容可惧甚是听切 还给我们准备了礼物 一人一个最新款的iPhone 我知道那是我爸买的 别问我怎么知道 我爸跟我妈共用一个亚马逊账户 而我 我有妈妈所有的密码 我弟接过礼物盒子 谢谢都没说 直接转身搁在桌上回屋了 我呢 我兴奋的跳起来 一把紧紧抱住后妈的腰 连声说 谢谢妈妈 你太好了 这是我一直想要的 我能感受到他躲了一下 下意识的护住小妇 同时我听见弟弟房间的门 对重重的摔上 厨房里有瓷器重重落的摔碎的声音 我依旧紧抱住后妈的腰 妈妈 谢谢你 你真是太好了 太好了 我的视线前方 是前院花园里的那块石头 那是我妈买骨灰的地方 石头上用黑色马克笔潦草 写着她的名字 我远远看着我妈的墓碑 继续搂着后妈的腰 笑得像一朵花 我爸显然对我的表现非常满意 他放下行李 过来抬了开我的头 顺势掰开我的手 然后搂住后妈肩膀说 你看 我跟你说过吧 飞飞是最懂事的 她特别支持我们 也特别欢迎你 仰方一臂的碎片 外跟外婆铁青着的脸 我分不清他们的脸 和地上的碎片 哪个更冷更密 外婆狠狠的瞪了我一眼 嘴唇哆嗦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狼心狗肺 白眼狼 你就是一只白眼狼 我当然不会生气 我知道外婆在骂谁 我看到我爸和后妈神情尴尬 赞紧扶他们回房间 一进屋 两个老人像泄了气的皮球 只剩下疲惫瘦弱的 像纸片一样的躯窍 和巨大的无处安放尾伤 我妈是他们唯一的孩子 他们握着她手 看着她痛苦咽气 我抱着默默流泪的外婆 从外婆的窗子看出去 我爸正搂着后妈往外走 大概不想被家里压抑的气氛 破坏了他们的二人世界吧 他们在车道旁边停了一下 互相充满爱意的凝视了一会儿 我爸亲了一下后妈的额头 温柔的替她理了理额发 融上车 在她的脚边 是我妈的墓碑 定静的无声地处理着 花园 说实在的 我常常想不起我妈这人 有什么明显的优点 她太普通了 而且我不喜欢她总是看起来 那么普大仇深和忍辱负重 有时候我很想远离她 有那么一些时刻有点担心 自己长大会像她 但又对她充满了同情和歉意 但此时此刻 剩下的早晨坐在花园的离子树下 看着我妈亲手打理了十多年的花园 我游中觉得我妈好棒 她是真正的绿拇指 是一位花仙子 那些在花园里劳作的日子 她一点也不普通 她是大自然的女儿 她的手被上的倾过 所有 当我爸提议将她埋在这里的时候 外公外婆极力反对 他们希望她有一个正式的目的 入土为安 但我又一次做了叛徒 我支持了我爸 一方面我知道反对没有用 我爸根本不想花目的的钱 他陪着我们跟外公外婆选目的 当着我们的面图定金 这一切的都是做做样子而已 他转身就瞒着我们将定金所回了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我爸是对的 我妈应该会喜欢死后 还留在自己最爱的花园里 最重要的是 我想她在这里亲眼见证这一切 所以不管我多么想念她 我知道不是缅怀的时候 我忙着准备咖啡茶点 要给我美丽的敬礼一个惊喜 她起很晚 穿着宽松的私质睡衣 缓缓下楼 显得性感很高贵 我毫不保留自己的欣赏和赞美 牵着她来到花园 妈妈 你做这边一点 那边靠家族淘太近 那个花粉是有毒的妈妈 你尝尝我做的这个莓果松饼 我爸最爱吃了 她说你也一定爱吃 特意让我给你多做点妈妈 你需要买什么东西吗 要不我一会儿陪你出去逛逛 你还没逛过市区吧 她看着我 对我的热情弄得有点不知所措 但也看出她放松了很多 她喝了一口咖啡 看着我真诚的说 飞飞 谢谢你 你真好 要不你别叫我妈妈了 我有点不习惯 我也不想叫你妈妈 你这么年轻这么漂亮 我想叫你姐姐 我笑 不过我爸肯定不答应 再说 我答应了 我妈要帮助爸爸的新妻子 你妈妈知道我 她有点惊讶 但立刻反应过来 不是我 就是你 我心无重复的笑 我爸的新妻子不就是你 在我的朋友们接上了 说完 我松开她 一转身 胳膊碰倒了她面前的咖啡杯 大半杯咖啡 全都洒在她的手机上 我跳起来 点起手机拼命啪 着急的快哭起来 真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会给你修好的 求你别告诉我爸 他会很生气的 我这就给你修好 马上就能修好的 你等一下 我去找弟弟 他最会修手机的 我拿着手机跑进屋里 敲开了弟弟的门 半个小时以后 我拿着修好的手机回来了 谢天谢地 幸亏有这个弟弟弟 你检查一下 有没有问题 他接过手机开机看了看 好像很满意 我又求他 妈妈 能不能不要告诉爸爸这件事 他会生气的 你来第二天我就闯祸 他一定会骂我的 好吗 求你了 不要告诉他 他笑着点点头 跟我说 不告诉他 这是咱俩之间的谜语 我伸出小手指跟他拉钩 深深凝视着他的脸 你看什么 我的脸上有什么 他疑惑的摸了摸自己的脸 我笑妈妈 你的眼睛真好看 像镜子 有像深渊 深深浅浅的 非常迷人他 有点不好意思的笑了 轻轻拍了拍我的手 你们美国小孩 真好我们继续坐在花园里 少喝咖啡 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 他问我些关于我跟弟弟的问题 但绝口不提我妈和外公外婆 虽然我妈的墓碑 坐在机里之外 外公外婆就在厨房里 阴沉的脸时不时看向我们 他突然停下来 使劲嗅了几下空气 四下张望什么花这么香 我也不知道我说 我妈种太多植物 我都不知道这味道是什么 我当然知道 我说过我知道我妈所有的密码 真香 他深吸一口气 我好喜欢这个味道 我也说 远方来信 接下去的两周 我们家里表面很平静 甚至有一点点清菜的气氛 后妈已经开始 按照自己的喜好收拾屋子 一切看起来阳光时尚 我妈的痕迹在一点点消失 但我知道 外公外婆的忍耐 已经到了极限 他们的悲伤和愤怒 在身体里面已经装不下了 随时都可能爆炸 好几次 我听到他们将我爸 叫到房间里争执 我能听到外公压抑的愤怒 外婆的低声唾弃 其实不听我也知道 他们在争些什么 他们想要尽快搞定我妈的目的 然后他们想要一笔钱 可以顺利回国 我知道他们守不得我跟弟弟 但是这个家 他们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每天面对着我爸跟后妈 最刚刚失去自己 唯一的女儿的两个老人 独一等又增加了 凌迟一般的痛苦 我弟除了上课 一直都躲在房间里面 吐到他的电脑 我呢 除了上学和参加生忧俱乐部活动 我陪着后妈 收信人是后妈的名字 邮件来自中国 但是没写名字和具体的寄件地址 我将信交给后妈 她有点惊讶 又有点开心 当着我的面拆开来 立刻脸色大变 收起信件回房间去了 我能看到 信纸里面加了一些照片 我在学校收到后妈的微信 跟我几点放学 能不能赶在我爸下班之前 陪她去趟银行 我 当然呢 他没有要我陪他进去 我就很时趣的 乖乖在银行外面等他 但我能看出他很紧张 他在ATM取了现金 就到里面去找客户经理了 过了很长时间才出来 但他看起来轻松了一点 回来的路上 他跟我说 今天的事情 能不能不要告诉你爸 哦 告诉我爸 你看我什么时候 跟我爸说过啥 我爸也根本没有时间 听我说话好吗 再说了 以前我也经常陪我妈举银行的 我爸会让他去存很多现金 我插他话题宽慰他 是吗 他果然很感兴趣 为什么要存很多现金 工资又不是发现金 我也不知道啊 之前也问过 我妈说不告诉我 说小孩别瞎打听 我从后视镜里 看到他若有所思的神情 但是第二天 我在邮箱里发现了同样的信奉 后妈的表情非常复杂 愤怒恐惧和努力的掩饰 让他美丽的脸蛋 瞬间有些扭曲接下来的日子 后妈总是起很早 想在我之前去开邮箱取邮件 那种白色信封 还在人人不断的来 我能感觉到他越来越紧怒 他花很多时间坐在花园里 他说 喜欢那里的花花草草和他们的味道 与此同时 他的肚子也越来越明显了 我知道我的猜测是对的 我爸对他更加呵护辈志 但与此同时 与我外公外婆的关系愈发紧张 我知道他一刻都不想再看到他们 他们现在是他美好新生活的唯一棒 恨不得立刻将他们扫地出门受托人 有时候有点想不起来 到底我妈却是多久了 生活一切如常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又仿佛一切都变了 花园有点慌 我爸没时间找人打理 外公外婆虚弱的只剩下悲伤和愤怒 有趣的是 只有后妈偶尔会去打理那些花花草草 她的运度越发明显 人也显得越发苍白憔悴和虚弱 除了外公跟我爸的争吵 我隐约感到我爸跟后妈又不愉快 有几次听到他们房间传来压抑的争吵 好像跟钱有关 国内的信件还在寄来 每次收到信后 他都会瞒着我爸去银行 社区和教会很多人在悄悄意问我们家的事情 因为外公外婆总喜欢找人哭诉 也难怪他们没有别人可以诉说 弟弟越发沉默 我爸越发抑郁暴躁 开始变着法帝赶外公外婆回国 他甚至不惜血本 给他们买好了商务舱机票 但是外公说一定要等我妈下葬 他们才走 后妈的肚子大起来 他已经申请了自己的父母过来照顾他 我有时候忍不住替我爸想象一下 前妻后妻两边的似的老人 平春期一言不发的儿子 飘落的后妻和哭闹的心声 我忍不住微笑起来 真的有点佩服他 就在乱麻中 门铃响了 是我妈的老同学 她在美国唯一的好闺蜜 一直在纽约工作 多年未见的真阿姨 她是一名律师 真阿姨跟我妈完全两种风格 她气场强大 形势果断 说话干脆利落 质地有声 完全不容置疑 她进门先抱了抱我跟弟弟 还有外公外婆 没有眼泪没有悲气 她转身就跟我爸说 某某 我们需要单独谈判 他们进去书房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就传来 我爸的怒吼 你胡说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他不会这么做的 他不会这么做的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这是假的 22号他已经死了 死了 这是假的 随着厚厚一踏踏资料 摔在桌上的声音 真阿姨的语气 听起来冷呼风 立得像一把剑 某某 你看好了 这是婚内出轨的证据 这是转移婚内财产的证据 这是滥用委托人资格的证据 这是Debbie 我妈修改信托委托人 和受益人的录音 这些我都已经提到法院 你是否相信不重要 重要的是 法院是否相信 咱们法庭见吧 他转身走出厨房 里面正好对上我的目光 他冲我微微点了点头 我也不动声色的看着他 用我的眼神 冲他点了点头 事业 我爸跟后妈在卧室里 发生了巨大的争吵 我爸在砸东西 怒吼 后妈在哭泣 辩解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他们是怎么查到这些的 我都是按你说的做的 往上东西都上了 我没有接触过任何人 来了美国之后 我都没有再上过你的网站 我真的没有骗你 真的没有啊 你要相信我呀 外公和外婆 我和弟弟 我们安静的坐在餐厅里 许久没有四个人 坐一起吃慢慢的吃东西了 像我妈在的时候那样 边吃边看着窗外 外面下起了雨 弟弟突然摘下耳机 拿起一把伞出门 我给妈妈送伞他出去的时候说 法庭 原来我妈在去世的那天早上 给珍阿姨发了一段长长的语音 她在语音里说 要修改信托委托人和受益人 请珍阿姨做信托的委托人 同时做我跟弟弟的监护人 要我爸的名字 从信托委托人和受益中去掉 因为她知道我爸早就婚内出轨 便长期有 转移夫妻婚内共同财产的行为 珍阿姨一直在国内出差 因为隔离担购了很长时间 她刚刚回到美国 立刻委托律师向法院申请政治认定 以便可以按照我妈最后的意思 修改信托 我跟弟弟外公和外婆一早来到选法庭 我爸也来了 他跟自己的律师一起出现的 后妈并没有来 我们在法庭听到了那段录音 我妈的声音虽然虚弱 但是她的表达非常清晰 也非常克制 听不出来激动或者愤怒的情 专家和证人都证明那是我妈的声音 而且语音发出的时间 与我妈死亡证明书上写的死亡时间 找了整整两个小时 但是我爸作证说 我妈死前的两天已经不能说话了 手也根本没有力气拿起手机 甚至她的手机早就找不到了 在她去世前一天 直到去世以后 手机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段话不可能是她说的 一定是有人伪造的 但是她对于珍阿姨向法庭提交的 婚内出轨证据和转移财产证据 无从辩驳 但是她在我妈还没有生病之前 就跟后妈在交友网站上勾搭的聊天记录 在各地约会 她从中国出差回到纽约的时候 这些证据就躺在她家的邮箱里 她完全不知道是谁寄给她的 以及这些证据是如何获得的 她说她只能相信人在昨天 再看举头三十有神令 从法院出来 我爸铁青的脸自行离开了 珍阿姨请我和弟弟 还有外公外婆一起吃饭 然后我们一起去看墓地 我第一次看她落泪了 她说 Debbie我做到了 你放心去吧 我也差点哭出来 但我知道 不能哭 还没有到最后胜利的时候 夜半悲声 回到家 后妈半躺在花园里晒太阳 她看起来极其苍白虚弱 看到我 她虚弱的笑了笑 对我说 这里的味道真好闻 我进去厨房给她热了一碗 鸡肉面条汤端出来 她感激的拖了过我的手说 我要是能生一个 像你这么好的女儿就好 我心里说 你不配 但我说的是 不会的 你的女儿肯定像你一样 夜半 我突然被猛烈的敲门声惊醒 从床上坐起来 才发现 停电了 紧接着 我爸怒气冲冲的闯进来质问我 你在搞什么 她像一头野兽一样 在我房间乱翻了一通 又气呼呼冲出去砸地底的房门 一会儿又冲了出来 在家里四处乱翻 在她的怒吼 核物品跌落声音的间隙里 我听到外婆的痛哭声 在家里一个令我汗毛竖起的声音 但是我妈的声音 是她悲痛的哭喊 妈妈呀 妈妈呀 这个声音 我只听过一次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 但是我妈病逝的前一天 我跟外公外婆一起去医院看她 她手机没电了 但我回家去取手机的充电器 我并没有回家 而是在医院旁边的商店 直接买了新的充电器 给手机充上电 迅速折回来 就在病房门外 我听到这个声音 我当时被这个声音吓到了 呆立在门口 过了一会儿我才辨认出来 但是我妈的哭声 我从来没有听过我妈哭 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人类和动物 发出这样的悲强的声音 我从窗口看进去 她的头埋在外婆的怀里 我无法理解她受过自己的身体里 如何能发出这样一声声巨大的悲悯 仿佛世界上的一切悲痛都给压下来 只剩下她一声 又生的撕心裂肺的哭喊在回当妈妈 妈妈呀 我好痛啊 我不甘心啊 她怎么能这么对我 她怎么能这么对我 过了许久 她哭累了 平静下来 清了清嗓子 她说妈妈 你帮我联系Jane 我需要她帮忙 我要修改信托 我低头看到手里的我妈的手机 不知道什么时候 屏幕亮了 而此时此刻 我妈的哭声刚刚又出现了 在停电的晚上 在我家的大房子 回荡着 我知道了 这就是我爸突然疯了班的 到处搬找东西的原因 我和弟弟拿着手电筒 冲进外婆房间的时候 外婆已经哭得快被过气 她的手无力的指着窗外 是她 是你们的妈妈 是她在叫我 她在叫我 我的孩子呀 我们还没来得及安慰外婆 我爸就冲了进来 疯了一样 半房间里的东西 摔砸桌上一切 又疯了一样的冲进院子里 我妈的哭喊声 还在空气里挑荡 外婆的哭声 我爸的怒吼声 外公的叹息声 突然 一声尖叫 紧接着是众物翻滚落地的声音 所有声音都停歇了 几秒之后 来电了 我们都奔向客厅 楼梯脚下 后妈躺在地上 她的身下 正慢慢的汪起一滩血 她血白细落的小腿 好像飘在血色湖坡上的翻影 啥是好看 离开 后妈小惩之后大病一场 出院之后不久 人就突然消失了 我爸报了警 告她诈骗 还偷走了她很多钱 警察在我们家里 翻出来很多的信封 里面都是她网疗的不雅照 还有信件 警察说 后妈也是受害者 她一直被人敲诈勒索 但是奇怪的是 她被敲诈勒索的那些钱 都直接进了一个叫做 Plant Family 专门拯救病危植物的 公益组织的募捐账户 无法追回了 我爸本来她可以没事的 除了射死 而她根本不在乎这个 当然她损失了很多钱 这个她真的很在乎 她依然有体面的工作 有自由 分分钟有年轻漂亮的姑娘贴上 但是不知道什么人 匿名向公司举报了她 说她收受合同商的现金贿赂 公司报了警 我爸被解雇了 警察在我们家里 找到了我妈的账本 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爸带着我妈的诅咒 进了监狱 两个月后 我关上苹果树路22号的门 跟弟弟一起最后看一眼 我妈的花园 珍阿姨的车在路边等我们 外公外婆已经回国 我跟弟弟决定跟珍阿姨 一起去纽约生活 弟弟拖着行李箱 我怀里抱着一个小小的古灰盒 那是我们从花园里挖出来的 在我们往车上走的时候 街条有人大叫我跟弟弟的名字 一群孩子向我们跑过来 他们大部分是我在生优俱乐部的朋友 也有几个弟弟的弟子朋友 Johnny和Anne尤其难过难过 他们俩告诉我 我们的配音作品获得了学区大奖 但是你不会跟我们一起 站在领奖台上了Johnny难过的说 我们再也不能在一起 录制节目了 Anne留着泪说 紧紧的抱住我 我也紧紧抱了抱我的好朋友们 向他们承诺不会保持联系 我们还可以一起 在线的节目 一起参加比赛 我们还可以随时在社交平台互动 毕竟我们的社交账号 还有很多粉丝呢 我弯腰进车里的时候 火灰盒里面发出来动了一声响 Johnny好奇的回头问 那是什么声音 我跟弟弟相视一笑 没什么 那是我们的秘密武器 弟弟悄悄对我做了一个fighting的手势 Johnny阿姨也在后视镜里冲我微笑 是的fighting 我们都是我妈的战士 Emily 纽约曼哈顿 爱德学校的心理咨询室 10岁的Emily在纸上 写着一串串的数字和古怪的符号 今天是她的第六次咨询 她依然不说话 事实上 她的爸爸 安德森先生 几个月前车祸离世之后 她就没再说过话 我尝试了所有办法 游戏 画画 催眠 沙盘 故事 什么都没有用 她就是不说话 自顾自的在纸上写画着数字和符号 看不出规律 但她的妈妈说 她是个数学天才 从小就喜欢这些 现代化的这些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是我职业两年以来 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情况 我从来没有感到如此挫败 都已经感受到了 安德森太太对我的失望 决定在她解雇我之前 自己先放弃得了 于是我干脆不再做 让Emily说话的努力 就坐在沙发上静静的看着她 她专注写数字的神情 让我想起我弟 于是我拍了几张Emily的作品 发给我弟 并留言这是你们的火星雨吗 你知道为什么 昨天想我弟了 我们离开苹果数字22号 已经6年了 两年前 我弟从纽约大学辍学 跟几个朋友去了归谷创业 搞一种我也不太懂的 神秘黑客体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见过他了 你知道吗 我弟小时候跟你很像 也特别喜欢数字 大家都叫他数学小精彩 我妈去世的时候 她也像你一样很长时间 一句话都不说 我也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要对Emily说这些 但是我明显注意到 她拿笔的手停顿了一下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信号 这是第一次 她好像对我说的话产生了反应 我于是继续说下去 说我妈的病和死之前的痛苦 说我外公外婆的悲伤 说我和我弟的遭遇 不知不觉 我好像变成了来访者 Emily 沉默如初的Emily 平静如水的Emily 她的笔尖在流动 带动我的思绪 那些尘封的过往 好像自己流淌出来 四年心理咨询师训练 都没有被我提起的过往 我爸的背叛 后妈的出现 那个停电的夜晚 听到的我妈的悲气 那天地板上 慢慢扩大的血色浮沫 他们在车里 Emily突然开口说道 我不知道自己讲了多久 被Emily的话打断的时候 我还没有完全回到现实中来 没有意识到Emily 她的很清晰 我这时候才回过神来 意识到Emily终于开口了 而且她提到了爸爸 他们在车里做什么 我问他们在接吻 Emily说 她的声音一点都没有异样 非常平静 清晰 听不出来有任何情绪 然后呢 我继续问 然后Emily 停顿了一下 然后说喷 我愣住了 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突破 Emily应该看到了爸爸 跟另外一位她认识的女士在车里 但是这个跟车祸有什么关系 喷 代表什么 但是直到我们的咨询时间结束 Emily没有再给我机会提问 她一直问我各种问题 主要是关于我弟的 告别的时候 Emily走到门口 突然停下来回头跟我说了一句 是你和她动了手机对不对 是你 不 是你们俩 你们杀死了baby 没等我反应过来 她转身离开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好像从背后能看到 她嘴角的一抹笑语 还有肩膀和脚步明显轻松 但她最后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突然电话响起了 是我弟姐 你发来的照片是谁写的 是我的一个来访者 小女孩乱写的 怎么了 这可不是乱写哦 她写的是非常高级的代码呢 什么代码 好像是类似机器人 或者自动驾驶之类的程序机器人 自动驾驶等等 Emily为什么一直在写这些 挂断了我弟电话 我再次陷入沉思 依然是还没有响出头绪 电话再度响起 这次是Emily的妈妈 飞 你做了什么 Emily完全恢复正常了 真是太感谢你了 你真的太棒了 你知道吗 我都有点着急了 甚至开始怀疑你的能力 真对不起 你真的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心理咨询师 我跟她寒暄了几句 发断电话之前 我问了一句 安德森太太 你能告诉我 安德森先生出车祸的具体原因吗 好像是汽车的自动驾驶系统出了故障 但是具体怎么发生的保险公司也说不清楚 反正赔了我们一大笔钱 Emily妈妈回答我那时候 Emily在哪里 在做什么 哦 她在家里 在爸爸电脑的跟前 好像在玩游戏 她当时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吗 没什么特别的 Emily妈妈评论了一下 好像想起什么 不过你这么一问 我倒想起来了 她玩着电脑的时候 突然发出很大的喷的声音 我还没来得及问她 怎么回事 就接到电话说 安德森先生出车祸了 现在想起来 是有点奇怪 她一下玩电脑的时候 都很安定的 葬离 在我期待着跟Emily的下一次咨询的时候 接到了甄阿姨的电话 她的语言风格一点没变 直接了当 开门见山 你爸要见你们 她快死了 我爸在监狱里检查出肺癌晚期 她经历了跟我妈 几乎一模一样的治疗过程 我知道你们恨我 但我对得起你们的妈妈 这是她最后的话 说实话 站在病床前 看着瘦如纸片的她 说出这些 我没有什么感觉 除了陌生 还是陌生 我问自己 我真的有恨她吗 并没有 我只是心疼我妈而已 葬礼简单至极 除了我们熟悉的牧师 还有我爸的几个远房心情 葬礼结束 我回到苹果书街22号 房子已经卖出了 我来办最后的交接 要带走一些小东西 我见到了房子的新主人 他们是一对年轻的 墨西哥一夫妻 妻子的肚子已经很明显了 大概怀孕四五个月的样子 他们看起来 对房子很满意 对未来充满美好期待 另外不仅想象 我爸我妈 也是在我即将出生的时候 买的这个房子 那时的他们 也是这样脸上有光 心里有爱的吧 也许不是 有些人心里 也许从来都没有过爱 光无法照进 他们黑暗的灵心 我向他们表示了祝福 然后要是交给他们 抱着一个纸箱走到车上 正准备开车 我突然想起什么 转身回来 那对夫妻 正坐在那树盛开的家族桃下面 我很严肃的告诉他们 那个花虽然很美 但他们最好远离或者移除它 因为我们中国的中医术 这种植物的花粉和枝叶 有兴奋子宫的作用 可以导致子宫的收缩 加强加快甚至导致油产 还有旁边树很香 是因为树下的这块黑色的石头 但是丢掉它 它对它而是最危险的 他们听得很猛 我继续吓唬它 我们中国祖先的重要智慧 很厉害的 确实很厉害 我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回过身来 我看到了它 个子高挑 小小的瓜子脸 大大的信眼 一身黑衣 称得越发肤色胜血 你好 好久不见 你还是那么漂亮 我微笑着真诚 从它说话飞 好久不见 你长大了 更加漂亮了 它也微笑着捧我说 看起来跟我一样真诚 你怎么来了 我来送送你爸 顺便回来这里看看哦 我爸见到你 一定很惊喜 我说哈 也许吧 但也许是惊吓 哈哈哈哈 我俩大笑起来 不知道的人 会以为我们真的是 多年未见熟的 不能再熟的好友 我们找个地方做做吧 难得见面 我想跟你聊聊天 还提议 那就这里吧 我指了指数下 用眼神询问了一下 新房主夫妇 他们很客气的点头 回屋里去了 我们在树下坐了下来 跟从前一样的位置 你还喜欢吃蓝薇松饼吗 可惜今天不能做给你吃了 我说我早已经都喜欢吃了 离开这里之后 我过了好几年 很穷很苦的日 东落西堂还要打工 我现在最喜欢吃果酱三明治 他平淡的说 真的吗 我无法想象是吗 你无法想象 这不是你一手设计的吗 你跟你弟在我手机上 动了手脚对不对 我那个邮件 都是你那个什么 真阿姨记的对不对 我查了邮车和时间 那段时间他正好在那地方 还有是你动了你妈的手机 你模仿了你妈的声音 跟口音发的微信对不对 你跟你弟遥控了那个 晚上的停电和鬼哭对不对 你从我进门的第一天 就在设计我对不对 你好狠 你杀了我的孩子 他终于忍不住了 越说音量越高起来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还是面带微笑 站起身来准备离开 你当然知道我在说什么 你故意陷害我 让你爸误会我 又故意告诉我 你爸收现金的事 利用我向你爸报复 你好狠心 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吗 我听到你的配音作品的那一刻 我就明白了 就是你 就是你跟你弟弟 你们害了我的孩子 害得我受了这么多年苦 他跳起来拦住我的路 情绪越来越激烈 是吗 我害了你 我迎着他走了两步 再更靠近他的地方停住 低头看看 他的微微隆起的小腹 又转头看向 不远处停着的一辆豪车 因为看上去有点年纪的男士 正下车朝我们走过来 我害了你吗 我还以为你要为了你的新生活感谢我呢 我看到他脸上熟悉的扭曲的表情 但是转身 他立刻换了一个人 满脸笑容的朝那个男人走去 然后顽情那人的手臂 头靠着对方 甜甜蜜蜜的走了 边走还不忘高声跟我告别 拜拜非 很高兴再见到你 下次见咯 take care you take care 我说 全文完